大家好 我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本書 我們好久沒有跟大家介紹書了 原因是因為說學長要碰到非常喜歡的書 我才比較想要跟大家用影片來分享啦 那今天要介紹這一本就是最近很紅的 叫做天文學家的咖啡物理學 也算是今年學長讀過的咖啡書裡面 我覺得最棒的一本 那有幾個原因 因為第一個原因是他講的非常非常多 都是Focus在手沖上 這個以西方人寫的書來說是比較少的 那第二部分是他又用很多物理的一些角度 分析一些咖啡沖煮上面的一些小細節 真的分得非常的細 所以觀點上面蠻特殊的 那對於學長這種 我們平常沖煮經驗非常豐富的人來說 用一些別的觀點來探討這個沖煮的時候 發生的一些事情真的是蠻有趣的 然後這個是方言文化出版社出的 然後作者叫做強納森概念 這本書真的非常好玩 他本身是個天文學家 然後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物理的小知識 那這本書呢其實各位是一個 手沖初學者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說可能對於各位來說 會有點太難了一點點 因為他裡面撇開一些物理公式來不說 他還是有非常多細節的 如果你是個初學者的話 他那些細節可能會覺得有點頭暈 會比較累 但是呢如果你是一個已經沖煮了很多年 然後長時間有在了解一些 手沖的觀念啊 或是會想追求一些更細節的 手沖的調整點的老手來說 這本書就很實用了 因為他實在不是那種 像傳統的手沖教科書 譬如說我剛剛從近視率子啊 從怎麼給水啊 從什麼悶針開始這樣子 一步一步教的 那種比較入門的教科書 它不是這種書 它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開放的 它是把我們手沖的一些細節 把它切成一小塊一小塊一小塊 然後告訴你這些細節中間的一些物理現象 然後呢以及它會影響你風味上的哪一部分 然後但是呢 它其實並沒有給你太多的標準答案了 所以更多的是可能你需要用自身的經驗 融合它的理解的角度呢 去一起來消化這本書 你才真正能夠得到 對手沖還有幫助 譬如說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章節 然後第一章是講一些大方向的萃取 然後它就講水啊 第二章講水 然後第三章講研磨 然後講聖綠 它叫聖綠 這個名詞 然後第五個叫綠子 第六個手沖符 然後第七個講綠杯等等 它其實就是將我們一些沖煮的一些過程 切割的很細 然後去探討其中的現象 但是呢其實好玩也就在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在沖煮的過程之中 其實手沖其實就是一個兩三分鐘的試嘛 但是呢 它中間真的涉及到很多有趣的一些細節 像學長我也深有體會 譬如說研磨度啊 一些小調整 其實會大大的影響風味的一些成因 所以呢如果各位 對於手沖想要有更進一步的了解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去數據發音一下 如果就有興趣的話是可以購買的 那學長有在這邊分享幾個 拋磚引玉啦 因為書裡面內容太多了 不可能全部講 我就講幾個 學長覺得很有趣的現象 讓大家去聽一聽 就知道說為什麼我覺得這本書非常棒 譬如說呢 在很前面章節 它就告訴我們說 手沖的過程 可以分為兩個大狀態 第一個狀況叫做平流 第二個狀況叫做擴散 各位可能比較少聽到平流啦 那擴散這個字眼 我是比較常用 OK 那平流呢 就是說 像咖啡粉 在這邊 那水過去的時候 它會帶走咖啡粉裡面物質的這種 簡單的運送過程 它稱之為平流 那擴散就是說 我沒有水流 我就只是單純的風味物 會從高濃度地區 往低濃度的地方 擴散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就可以感覺到 喔原來這兩個現象 一個是有水流動的狀態之下 形成了一種 萃取 另外一種呢 是 它沒有太多水的流動 它可能就是從 A點 濃的地方 到B的地方 它的運送的過程 所以這個時候 各位有沒有想到說 跟各位平常的沖組 有沒有一些連接點呢 就像譬如說 像我們的手沖嘛 我們其實一直都是處在一個平流狀態 但是同時間呢 譬如說我們有斷水 或者說我們從時間呢 可能會 我們的濾杯裡面 它會進入一個比較類似水 沒有我停水了 它是一個浸泡狀態 那這個時候呢 擴散的比重呢 就會變得比較多 那我在給水的過程之中 這個水一直往下流的過程之中 就是平流站的比重比較多 那其實平流跟擴散呢 書上面告訴我們說 平流它那個效率是比較高的 可以快速的把物質帶走 所以我們就可以回想到 我們一些沖組系統嘛 譬如說學長第一時間就覺得說 那我們像我們的濾砲 譬如說像手沖 那像浸泡 譬如說像是紅吸 其實呢 我們過去的老觀念可能會覺得說 浸泡系統就是 我粉泡在水裡面這麼久 那我萃取率一定是比較高的對不對 但是呢 其實它利用這樣的觀點的切割 就告訴我們說 因為呢 其實平流它的效率 還比擴散來的更高一點點 所以其實以效率來說呢 它會覺得說 濾砲系統還比激砲系統 還要真的更高 那其實以目前來說呢 我也覺得這個邏輯是蠻正確的 因為我們現在 越來越崇尚比較快流速的濾杯 它其實大量的使用平流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當然擴散它本身也是 萃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所以也是不能忽略的 因為它從今天台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關於咖啡粉的力淨跟平流 還有擴散它的關係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咖啡粉 它的力淨呢 是從有外淨跟內淨 對不對 那有些物質呢 它在咖啡粉的內淨裡面 比較深層的部分 這個時候呢 我的咖啡粉要讓我能進 風味要能夠進到平流的狀況 就還是必須要靠咖啡粉的擴散 就是從裡面 咖啡粉的裡面呢 浮到我的表層上 這個時候的我的平流呢 才可以把風味物帶走 所以我們同時間呢 也要顧及到說 我們要測算一下說 我們整體的時間 是不是足夠讓 讓這個擴散的作用呢 能夠浮到表層 然後進到平流的狀態 所以這個細節本身呢 就很值得探討 那也可以符合各位的印象 就像醫學長來說 我就會覺得說 有時候呢 我是需要有一定的等待時間 我才可以 讓我的下一步的手從 某些味道 必須在某個時機點之後呢 它才真正會出來 你真的吹太快 或者你吹到很細 也未必能夠出來 這中間可能就會涉及到 就是剛才所謂的 胎啡粉力鏡的擴散到表層的這個時間了 所以呢 像這段的小細節呢 如果你細細在探討的話 就非常的好玩 那像譬如說飽和 飽和這個狀況 其實大家應該從國中就學過了 就是液體裡面有很多的物質了 它就可能溶解率就會很慢 那飽和也會影響到我的咖啡粉的萃取 在水的章節裡面也有講到說 當我咖啡粉附近的水 已經吃了很多咖啡粉的 裡面的物質的情況之下 它就會進入一個比較 萃取狀況比較慢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努力 用一批新的乾淨的 沒有物質的水 去替換掉原本的水 這個時候反而是咖啡粉 它重新的會用更快速的方式 能夠把物質溶解在水裡面 OK 所以呢這個東西 其實也符合我們目前 對沖煮上面一些概念 譬如說我們攪拌 也就是把新的水 攪拌到粉的附近 增加它的萃取狀況 或者是說我們的手沖 它其實也是不斷的 用新的水 去替換舊的水 所以這個 也跟學長的一些經驗 符合 像學長的沖煮 我大部分時候是希望說 斷水是不是 把水流乾以後呢 我再去給第二段水 對那其實這個也可以對於萃取 也是有幫助的 那如果你水沒有流乾 就給第二段水的話 就有一部分的水呢 它就是已經比較靠近飽和狀態 當然還是會繼續溶物質 但是它的飽和度比較高 所以它溶解效率反而變得比較沒那麼好 這其實都是我們可以來探討研究的 那當然還有非常非常多細節 譬如說它裡面有提到一個 我覺得非常棒的一個原因 就再來是說 我們一般都會覺得說 粒徑越均勻流速的越快 基本上書上面也告訴我們說 這基本上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但是 除了我們要討論粒徑的分布之後 我們還要討論的是 濾杯裡面的 粒徑跟粒徑之間的間隙分布 因為間隙才是水會經過的通道 所以當然粒徑原則上比較均勻的情況之下 你的間隙是可能會比較均勻 但是隨著你的拍打 或是你的落粉 或是說你給水的過程之中 讓你的粉層 細粉的移動 導致你的間隙變得不正常的情況之下 你就算粒徑很均勻 你的間隙還是不均勻的 這類型的探討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角度也很貼轉 確實 這都很符合我們的充足經驗 也是大家應該可以去想一想的東西 每個章節都有一些很酷的地方 有提到一些悶憎 當然 事實上來說 以學長的充足經驗來說 他的門針 或是說一些 他覺得重要的點 對我來說 可能我是靠一些其他的方法去解決 但是 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嘛 我們可以選擇你喜歡的手法 但是呢 我們有更多的角度 或是有更多的細節去思考 你做的每個動作 是否 可以更好 或是說 為什麼會長這個樣子呢 它就是一個新的觀察點 OK 那這本書的一些小分享 就跟大家推進到這邊了 如果各位這本書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書店 翻一翻或者是去直接購買囉 那我們咖啡充足功力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